我们已经有查了两周的关于教会的治理 第一个讲到教会的监督 第二次讲到教会的执事 今天我们讲管家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不光是教会治理的很重要的一些信息 包括我们个人生活生命行事为人 都是非常紧紧相关的 愿神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来听神的道 我们一起来安静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创造宇宙万物 你创造我们的生命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 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美善的事情 都来自你 主要 我们将教会每位弟兄姊妹 甚至他们的家人 亲朋好友 交在你的手中 主要 来改变我们 主要 我们相信 从历史历代 你怎么样使用重用提拔高举 那些敬畏你的人 主要 今天此时此刻 你依然要行此事 我们也知道 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能站立得住 我们的背 我们不可能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去背佛 我们都 恭敬的 谦卑的 恐惧战精的 来到主你诗恩宝座面前 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求你赦免那隐儿未宪的罪 求你赦免我们嘴唇不洁净的罪 也求你赦免我们心灵当中 很多隐儿未宪不洁净的罪 赦免我们的谎言 赦免我们背后的对你的背叛 对人的背叛 也赦免我们的小心 我们的妥协 愿你与我们同在 愿主 你做乳王掌权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你帮我翻到这个下一篇 还是没有打开 帮我点到下一个经文吗 没有 过不去 看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看到的话 今天的经文会很多 那我想我们先诵读这两段经文 一个来自旧约 一个来自新约 好 我们一起来诵读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并赐他荣耀 尊贵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是万物 就是一切的牛羊 田野的兽 空中的鸟 海里的鱼 繁金海盗的 他的脚下 下一个 再来 彼得前书四章十节 人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赐 彼此服侍 做神恶种恩赐的好管家 知道 当神呼召人 从众人万人当中 出来服侍他的时候呢 不是看他的才华 不是看他的才能 而是看他属于内在的本质 看他的内心 所以在 先知以西 尼西米纪九章八节里面 这样说到 先知说到 神如何拣选亚伯拉罕呢 先知说到 你见他在你面前 心里诚实 就与他立约 神拣选亚伯拉罕 看他的内心 看他里面有诚实 就与他立约 当神废除扫罗之后 神要再立一个新的君王 那选他的标准是什么呢 神选君王的标准 和人选君王的标准 一样不一样 弟兄姊妹 不一样 经文当中 已经把所有的历史都记录下来 当撒末尔选立新王的时候 他是神所使用的先知 他所选立金王的时候 神都提醒他 你要怎么样去选立君王 撒末尔记上十六章第七节 神提醒他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 和他的身材是否高大 我不拣选他 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 人看人是看外貌 以和华 看的是人的内心 所以当扫罗被选立的时候 人们 以色列人多么的高兴 为什么呢 人们看到的扫罗是他的外表的高大和英俊 所以以色列人看到他的时候 觉得他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君王 撒末尔记上九章二节 这样形容的 以色列人看到这个君王是又健壮又俊美 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人能比他的 身体比众民都高一头 结果这样的人被选立出来以后 给以色列人带来了一个极大的灾祸灾难 当神让撒末尔选立新王的时候 圣经记载 圣经记载 没有经过百姓的同意 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看到 当神选立一个人的时候 没有经过民主的投票 甚至是在这个王还没有选定之前呢 神已经立定了他 没有通过人的选举 神已经定了他的旨意 撒末尔记上十三章十四节说到 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 耶和华已经寻找了一个和他心意的人 神已经看到了一个人 选定了一个人 而这个人已经和他的心意了 所以立他做百姓的君王 当神废除扫罗的时候 也说因为你没有遵行 耶和华神所吩咐你的 所以这个王 扫罗被废除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没有遵行 耶和华神所吩咐他的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在新约里面 也有另外一个记载 说十三章二十二节 既废了扫罗 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 又为他做见证说 我寻得耶稀的儿子大卫 后面怎么说呢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凡事都遵行我的旨意 你会看到 人选立君王或者选立领袖 和神选立一个君王和领袖的时候 天壤之别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选立君王 选立人 选立领袖的一个标准和原则 当然我们不是神 神选立按他的方式 按他的旨意 因为他是全知全善全能 我们不是 我们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在做事情 尤其教会选立新的领袖的时候 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的眼见 有限的眼见 要放下来 把神高举起来 神做我们的君王 虽然我们不能回到之前 历史当中去 但是在今天 神把他的原则 把他的标准告诉我们 透过什么 透过这本圣经 他告诉我们 什么样的人 要选立 为什么 有些君王被他废除 什么样的人 去选择 我相信 萨姆尔 作为一个神选立的先知 他并不是一个 不聪明的人 他一定很聪明 当他去选择 叶姆尔的儿子 这几个儿子的时候 他先看到是那些 身材高大的 英俊的 在他眼中 根本就没有看见 那个时候还是个少年的大卫 但是神 却选立了大卫 在几节经文当中 都讲到 耶和华选立人 选和他心意的人 凡事遵照他的旨意 旧约当中 有一个王叫约西亚 神使用这个约西亚王 来复兴以色列人 神怎么说的呢 在《猎王记》下 二十二章十九节 说他 因他心里 敬服 在我面前自卑 撕裂衣服 向我哭泣 他敬服上帝 被上帝来 选立和使用 神使用以色拉 在以色拉纪七章十节 也说 因为他定制考究 遵行 耶和华的律法 又将律立典章 教训 教导 给以色列人 你看到 在圣经当中 这些被神重用的仆人 他们都有一个品格 都有一个相同点 是什么 敬畏神 按神的教导和吩咐 来教训众人 在 提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节 也说到 我向你们信主的人 是何等圣洁 公义 无可指责 由你们做见证 也由神做见证 这是保罗 在向 提撒罗尼迦前书的弟兄姊妹 讲到他自己的生命 圣洁 公义 无可指责 这是教会 不光是教会的领袖 也不光是牧师的 对牧师的要求 教会里面每一生得救的人 他们的生命 都应该是圣洁的 公义的 和无可指责的 这是圣经的教导 我们回顾 监督和执事 保罗在 提摩泰前书三章一到七节里面 讲到 选立监督的资格和职责 其后又讲到 选立执事的要求的时候 他对这些执事的要求 一点都不逊色 也没有说这些 选立执事的时候 这些执事只是为了 管一些闲杂事 有些人也讲得很清楚 当在《使徒洗传》 我们上周提到 教会成长 然后有说希腊话的门徒发怨言 然后他们因为此事 要专注于讲道 传道 所以兴起人 所以有人说 知识们兴起是为了饭食 那是错误的理解 知识们兴起 不是为了来做些 撒碎的事情 不重要的事情 不是的 每一样职份被神选立 都是有神的旨意在里头的 要完成圣职 圣公和神传福音的大使命 所以他们每个人的 生命的品质品格 必须要按照神的要求 这两个监督和执事 都没有教会 都是教会神所设立的圣职 他们这两个职份 都没有教会最终的所有权 教会最终的所有权 是属于谁呢 弟兄姊妹 教会最终的所有权 是属于谁呢 是基督 属于神 监督 致力于教会的权柄 来自于神 神授权于监督 来带领执事 治理教会 完成福音大使命 这两个圣职在教会中 担任着不同的职责和功能 那有一个问题 他们之间有没有不同呢 弟兄姊妹 或者他们的不同是什么 谁还记得 三章二节 在提摩泰书三章二节里面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可以把你们的圣经打开 看一下提摩泰前书三章二节 我们需要一些时间 来做一些回顾 把一些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需要一些 做一些回答 如果你们翻到的话 可以跟我一起来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份 就是羡慕善功 这话是可信的 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 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有节制 自首端正 乐意接待远人 善于教导 后面还有很多事情 不应久滋事 不打人 只要温和 不争进 我们之前讲过 在这么多的宝罗斯 在做监督的资格的时候呢 有哪一件事 他的关于能力 哪一件事 关于能力呢 谁在说 声音大一点 善于教导 善于教导 是做监督的一个主要的资质 所以做监督的呢 你看其他的东西都讲到 这个监督的品质 品格 性情 内在的本质 但是只有这一点 讲到了监督的能力 就是他要善于教导 还有三章第六节 是说了什么呢 出入教的 不可做监督 恐怕他自高自大 就落在魔鬼 所受的刑罚里 三章第六节 讲到出入教的 不可做监督 监督是谁啊 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回想一下 监督是谁 牧师 指示 在这里面监督不是指示 你看呢 我们说的 他这里面 常常两个词经常出现 常常是在一起出现的 单独出现的时候 指示有仆人的意思 耶稣说 他自己是福音的指示 教会的指示 都在讲 新约的指示 这是他单独在使用的时候 但是教会指示和监督 这两个常常在一起 放在一起使用的时候 他们的职责功能是不一样的 保罗 这些妹妹也需要知道 这些妹妹也需要知道 在进行会里面 我们只有两种指分 一种是牧师 一种是指示 但是呢 在按照圣经的新约里面 我们常常看到 还有一个很主要的指负 一个指分 就是长老的指分 所以在其他的改革宗教会里面 有指分更清晰 牧师 长老和指示 但是在进行会里面呢 没有长老这个指分 所以呢 有些指示 担任了这个指分 所以呢 有些指示 成为长老的这个角色 这个做长老的角色 也是很重要的 要做教导 治理 我们再 一向另外一个问题 在这个 保罗在教导 做监督的职责 资质 还有做执事的 他们的资质的时候呢 他们中间还有什么区别呢 三章11节里面讲到 女人可以做执事 所以你会看到 做男执事的 做女执事的 这两个性别都能做执事 但单单在监督的时候呢 他只讲到男性 这都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很重要的信息 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 出入教的 能不能做执事 出入教的 能不能做执事 这是你们的回答 圣经怎么回答的 出入教的 能不能做执事 看圣经的原文 圣经说 保罗清晰地教导 什么样的人 不能做监督呢 出入教的 不能做监督 他不能做教导 那出入教的 能不能做执事 可以做 可以做 出入教的 当然他不是想做 就能做 保罗在后面讲到 这些人出入教的 如果有心的 他们必须要设过试验 才能够做执事 而且呢 我们再说到 长老和执事 做执事的时候 如果按照进行会的 整个的结构 有些弟兄 有些执事 他担任了长老的角色 哪些指示 谁担任了 长老的角色 做教导的 担任了 长老的 长老的角色 如果有出信的 也有好的见证 好的生命 第一句话 保罗就讲到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份 就是羡慕善功 如果人 保罗在这里面 并没有讲到 这个人出信多久 半年 两年 一年 看他整体的观察 我和我的妻子 在很多年之前 在北京的时候 我们先是在 一个家庭教会里面 我们听福音 我记得 应该没有多久 一年多之后 差不多两年的样子 教会就同意 使用我们的家庭 因为我们家住在 当时是住在西直门附近 这里如果没有北京的话 北京跟亚特兰大 也是非常大 东南西北 我们住在西直门 在二环附近 相当来说 我们家呢 有弟兄姊妹 他们如果下班以后呢 去我们家是比较便利的 唯独就是要坐完地铁 那个时候 刚刚 私家车那时候并不是很多 大部分人的工具 就是公交车和地铁 所以呢 很多的人呢 甚至有时候坐地铁 会坐一个小时的地铁 在北京 这样的一个大的城市里面 坐地铁 甚至坐公交车 单程一个小时 都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开放家庭 神给我和我的妻子 教会也使用我们 我们愿意开放家庭 就这样 一起来服侍 但是我们并没有职份 我们并不知道那些职份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教会 连职事的职称都没有 我们都叫弟兄姊妹 还有一个就是同工 就这样来称呼 但是神使用 职称重不重要 职称不重要 但是看你的心 如何来服侍神 你的心在 你做的事情 就做的神所喜悦的事情 有些人有职份 不做事情 也没有 他失去了职份 他没有完成神的职份 所以我们看到 保罗在这里面 清晰地讲到 出入教的不能做监督 但是在做职事的时候 他并没有这个 很明确的要求 所以不同的教会 可以按你们自己的情况 来选立职事 但是在选立之后 也不是说每个人 都想做职事就可以的 你必须要有这些 圣经的原则 所以保罗从 提摩泰前书一章 一节 提摩泰前书三章一节 甚至到十几 十三节这里 都讲到原则 这就是我们要查考的原则 所以这些知识 新旋律的知识 可能不需要他们去教导 因为他们需要在 圣经的知识上面 属灵的品格上面 还要在建造 更加的成熟 新约中 使徒们在建造教会的初心 都深信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他们是被神呼召的 我也听到在教会弟兄姊妹的沟通中 甚至我们在祷告会 有些弟兄姊妹很清楚 他们是被神呼召出来的 不一定做牧师 他们是被神呼召出来 做教会的服事 他们很清晰地知道 被神差遣 要完成神的托付 所以保罗 教会初期的使徒们都非常清晰 教会的元首是神自己 那这些监督的长老们或者知识们 他们都是神的管家 照管神的百姓 他们不拥有教会 只是被神呼召来完成神的托付 所以彼得前书五章二节说 勿要牧羊 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 你看这是讲到 所有的这些经文里面都讲到 按照神的旨意 神所选立的那些领袖 也是按照神的旨意 遵行他的旨意的人 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二节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 神奥秘的管家 所求于管家的 是要他们有忠心 所以我刚才 我们在查完了监督 和执事的以后 我想我们回过头 把这个监督和执事中间的差别 要有些了解 我们今天 讲到的主题 是管家 管家的英文是 Stewart 我现在这个还是打不开 你们已经看见了 管家 有一个学者 基督教的学者 他写了一本书 这个书就叫Stewart of God 他在里面讲到 So the steward of God is about the who not the what or the how The most important for steward of God is not what we do but who we are 很重要的信息 神的管家 最主要的 最核心的是 他是谁 不是他会做什么 他曾经做过什么 他能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手段 做到什么程度 都不重要 作为神的管家 最主要的 就是他是谁 他是什么样的人 神注重我们是谁 我们的本质 而不是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会做什么 我们曾经做过什么 我们打算计划做什么 都不重要 神要看我们的本质 我们到底是谁 一个人本质 怎么知道一个人的本质呢 我看 我们看彼此 都是看外表 我怎么知道你的本质呢 我没有能力知道 你们也不知道我的本质 神知道 神怎么看呢 你心中天天 常常渴慕 追思的 追想的 想要得到的 天天心里面 把茶余饭后 随时随地想的事情 就是你的本质 你渴慕那些 圣洁的事情更多呢 还是老考虑那些 污秽的事情更多 你渴慕那些 尊贵的事情更多呢 还是老考虑那些 污秽的事情更多 你考虑的东西 什么最多 那就是反射出 你生命中内在的本质 所以一个人 更重要的 作为神的管家 不是他能够改变什么 而是他这个人 被神改变了多少 弟兄姊妹 很多人老想着 我要做什么 我能为神做什么 神在用人之前 先要接近他 神用教会之前 要先接近他 我很喜欢的一个牧师 John McArthur 他曾经说过 他说弟兄姊妹们 你们要相信 神的道会唤醒人 神的道会抓住人 跟随他 是不是 但是还有一点 神会赶人出去 神会 神的道会驱逐人出去 那些不敬畏神的 撒谎的 做行恶的事情 神给他们机会 让他们悔改 但神的道 讲出来以后 会呼唤人悔改 来寻求他 没有一个人 能把你自己的背 背着走一天 你走不了 那个罪非常沉重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 能担负 我们的罪 只有基督 所以神给我们 改变我们 给我们机会 所以教会 为什么教会和社会不一样呢 为什么教会 能够征服人心呢 世间的政府 政策 决策 能挟制你的肉体 你不去做那些 你肉体上 你因为害怕政府的惩罚 你不去做一些事情 但时机一到 你就去很自然地 做一些恶事 但是神的道 是征服一个人的内心 让他的整个心思意念 理智情绪 全部都征服在 神的真道之下 神不跟你开玩笑 神是欺瞒不得的 神的道不能改 没有人能有资格 有权柄来篡改神的道 作为神的管家 教会的领袖 就是忠心地宣讲 神的道 得救之道 生命之道 这个道会谴责 我们隐而未宪的罪 但神的道的主要的目的 是要让我们谦卑 悔改在神的面前 诗篇 147篇 第十节说 他不喜欢马的力大 不喜欢人的腿快 人跑得再快 他的本质 动机 如果有问题的话 如果有问题的话 他跑得越快 越远离神 他不做的事情越多 越羞辱神 这是非常清晰的 直接的 扎痛人心的真理 神要使用一个人 要让他必须先谦卑 悔改在神的面前 五十一篇十六节 也讲得很清楚 神不喜爱祭物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并不轻看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在开始今天的 这些 我们有些回顾 还有一些管家的 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The steward of God 神的管家 是被神呼召出来的 要完成神的旨意 不是完成人的旨意 好 我们再往下看 今天我们要完成 最主要的一点 就是管家的第一点 管家的定义 将来想到管家的时候 管家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我们再往下翻一个 管家怎么理解呢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 下一章 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雨 天空的飞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以及地上爬的一切 爬行动物 在这里面 再帮我往下翻一个 在这里面讲到管理的这个词呢 在不同的圣经 英文译本当中 有不同的解释 管理 dominion rule 都讲到是统治 管家的意思 圣经在创世纪一章二十节里面 讲到 神授权给人 来管理地球 来管理神所造的 一切被造物 所以呢 这个 在人的所有的职份当中 人的第一个职份是什么 管理 所有的职份当中 第一个职份就是管理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雨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并地上一切的昆虫 我相信 神管理 神赐给这个权柄管理 是不是只赐给君王啊 只赐给了 这个环境保护主义啊 保护者啊 神赐给治理 管理全球 管理这个地上的生物的权柄 是给了谁啊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都被授予这个特殊的权柄 还有弟兄姊妹 我们一生当中 又扮演不同的职份和角色 我们从小时候是孩子 和妈妈的关系 和父母的关系 大一点同学 学生的关系 再大一点同事 工作 我们一生当中 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也许你是一个公司的职员 也许你是公司的一个老板 也许你是一个国家的君王 或者是你是一个某个 某个这个 企业里面的一个领袖 所以你的角色 从孩子 学生 同事 职员 君王 领袖 你会扮演不同的角色 在你整个一生当中 但你第一个角色是什么呢 弟兄姊妹 你的第一个角色和职份是什么 神给你的 是什么呢 管理 管家 弟兄姊妹 或者说 我们也 我们还有身份 弟兄姊妹 也许是在教会里面的领袖 在你的领袖身份之前 在你丈夫 父亲的身份之前 你的第一个领袖 第一个身份是什么 管家 管家 因为神赐给所有的人 权柄 来管理 治理 他所创造的万物 所以你的第一个职份 第一个身份 就是管家 人先被称为管家 其后才是其他的身份 孩子 父亲 妈妈 老师 学者 企业家 或教会领袖 做管家 是每一个基督徒 人生中的关键 再说一遍 非常重要的信息 做管家 是每一个基督徒 你们一生当中的关键 也是死亡 和审判结局的关键 以初 创造 到最后的审判 就是要做好管家 你会看到保罗 为什么在做领袖之前 他有没有先治理自己的家 为什么要先要求他 你如果这个人要选做监督 或做执事 他有没有先管好自己的家 那是他的第一份职份 管家 因为一个人 如果不能管好自己的家 岂能管好教会呢 如果一个人 在自己的家中乱七八糟 他一定会把这个乱七八糟 不仅带到教会 带到自己 如果他成了一个公司 他把这个误会的东西 也会乱七八糟的东西 带到他的公司里去 如果这个人 当了教会的领袖 把这些乱七八糟 在家里面的乱七八糟 也带到教会里来 所有的职份当中 甚至教会领袖的第一个职份 都不是他是领袖 他是管家 而且这个权柄是谁赐给他的 是神赐给他的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你已经授予了 这个特殊的权柄 你也许不会用它 很多人不会用 是不是 很多人知道这样的职份 都不知道来赎何使用 自己的权柄和职份的 误用 乱用 糟蹋 浪费 直到最后神把他的权柄拿走 他什么都没有 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 新约里面 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 有一个主人 他要去外国 他走之前 他把他的几个仆人 都叫来一起来 然后把他的家业 要分给他们 让他们来管理 然后这个主人 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按照不同人的才华 才能 给他们分配了不同的财产 有个人分配了五千 有个人分配到两千 还有一个人 只分配到了一千 分配完以后呢 主人就离开了 我想 如果你是这个仆人的话 你会怎么样呢 你如果被分到了五千的话 你如何管理呢 这个分到五千的人呢 他拿到这笔钱以后呢 就马上出去做生意 很快又赚了五千 那得到两千的那个人呢 也是一样 他做了同样的事情 他用主人给他的这笔财富 给他的这笔家产 他又出去赚了 又赚了两千回来 剩下最后一个 那个得一千两的 那得一千两的人呢 他和其他两个人都不一样 他觉得自己很聪明 这两个人都 他找了个地方 地啊 挖了个大窟窿 然后把钱藏在里面 用土埋了起来 聪明不聪明 有些人以为他很聪明 把神赐给他的财富财宝藏起来 别人看不见 但是他没有想到 有一天 那个主人还要回来的 因为那个钱不是他自己的 是主人分配给他们 让他们好好管理和使用的 然后呢 圣经讲到 不多久 主人回来向他们要账 那五千两的就说 主人呢 你看 这是你给我的五千两 那我又多挣了五千两 都拿来给你了 这个主人说 你是个又忠心 又良善的好仆人 你在的不多的事情上面忠心 我还要将更多的事情交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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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和主人一起同享快乐 同样的 那赚两千两的也是一样的 赚了两千两的 以前主人呢 你走了以后 我用你的两千两 又赚了两千两 我现在把所有的钱都放在你的面前 主人也夸赞他 你这又忠心 又良善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情上面 忠心 我还要加给你更多的事情 将许多的事情 也交给你来管理 好了 最后一个人 那个把钱挖在地下 藏在地下的那个人也回来了 主人呢 我知道你 非常的严厉 你为什么严厉呢 那人说 他说你没有种过的地方 你要收成 那主人严厉不严厉啊 那些地方他没有种过 他要去收 那些地方也没有撒过种子 他还要去到那去收割 所以主人呢 我太害怕你了 所以呢 你走以后呢 我就把这个钱藏起来了 现在把你给我的这一千块钱交给你了 主人怎么说他 主人怎么说他呀 谁记得 弟兄姊妹 又懒又恶的仆人 我现在将你 你不但那个没有 我要将你有的还要拿出来 给那有的 所以看到 神的道 神给我们的 时间 能力 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神 总有一天要回来 要收账 我们看第二个点 管家自己 并不拥有什么 主要 这个弟兄姊妹 这个信息很重要 我们说的第一个身份 管家是神赐给人的第一个职份 第一个身份 第一个角色 第一个位分 你要治理管理 神所创造的万物 第二个重要的信息 管家自己 并不拥有什么 只是 忠心管理 那主人 交托给他的 所有 那主人交给他的五千块钱 两千块钱 一千块钱 谁的 弟兄姊妹 主权是主的 你拿在手里面 只是暂时的 在你这儿放一下 放在你这儿的时候 你有没有忠心的 好好使用你的能力 你如果不使用它 不好好使用它 神会把它拿走 所以在这里面 神说这些 经文当中说到的 你是忠心的好管家 忠心这个词 在英文当中叫 非所 他的希腊文 或者我们看到 不管英文 希腊文 或者中文的意思 忠心的意思是什么 什么是忠心 全心全意 什么是忠心 你们可以把你们的词汇 来想一想 什么是忠心 如果一个人说 你在形容一个人 说这个人是个忠心的人 他说明他什么 一心一意 还有什么 这个人是个忠心的人 是什么 他可信啊 他信靠啊 他可信靠 你把这个事情交给他以后 他一定能做好的 甚至有时候做到超过你所求 所想的 所以一个人是否忠心 是他可信任 可以信赖 他说的话 他做的事情 你可以信 值得信任 这叫 faithful 我们常说 圣经里面常说 神是可信任的 He is faithful God 神是可信任的神 只不过我们常常不用 我们不去知取 那说到人的时候也是 神常常来说 那些忠心的仆人 就用这个词 他是忠心的仆人 忠心就是可以信靠 可信靠 在商业教育中 我们从世俗的角度 从商业教育中 从日常的生活当中 从各种事物的公共的这些 事物的办理的整个的过程中 他可靠 值得信任 你跟他说话 有信心的 就是你敢向他说一些你真心的话 你愿意把一些重要的事情交给他做 因为这个人值得信赖 他信任 他有可信度 这叫 非所 创世纪39章4节里面 有一个很主要的故事 大家可能也知道 约瑟 就是在他主人面前蒙恩的一个人 一个仆人 他伺候他 这圣经里说 主人派他管理家务 主人派他管理他所有的 所以我们看第二点 我们第二点再讲到 管家自己不拥有什么 在圣经的这些所有的讲到 这个管家的时候呢 都是讲到 他们不拥有什么 你看新闻讲到 主人派他管理家务 这个家务是谁的呀 属谁的呀 那他是干什么 管理 所以他不是拥有者 是不是 他不能拥有这些财物的 这些主人派给他管理 是暂时的管理 他不真正拥有主权 而且呢 这个约瑟的这个故事呢 很有意思 他这个里面的很多的细节 非常的触动人 这个主人呢 看他 这个圣经在讲的时候说 约瑟这个人有神同在 有神的怜悯 他不仅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怜悯和祝福 他身边的人都知道 他身边的人都知道 所以圣经里说 他的主人知道 他 约瑟 有神同在 被神祝福 圣经里面就讲的 所以一个人是否敬畏神 你身边的人知道的 同时就像这段经文所说的 约瑟就在他眼前 在主人眼前蒙恩 伺候他 话句话说 换句话说 如果一个人他敬畏神 他能将神的祝福 让别人看见 同时还能干什么 他同时还能将神的祝福 带给他周围的人 如果你在你的家里 你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人 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你一定能将神的恩典 带给你周围的亲朋好友 带给你的朋友 同事 如果你是个不敬畏神的人 圣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 圣经生命纪讲的 你出你入 如果敬畏神的人 神都与他同在 你出你入 甚至圣经里面讲的意思 你们家的面盆 都被神祝福 但一个人不敬畏神的时候 你出你入 都在祸患里 因为神不敬畏 圣经讲到 人是否忠心对他 我们再讲到这个约瑟 约瑟伺候他的主人 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 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 圣经里讲得很清楚 这个主人把所有的都交在了 约瑟的手里 我们在手里面 我们刚才已经问过大家 从一开始 这个故事的一开始 这个圣经的作者就有意地强调 约瑟的身份 约瑟的身份是什么 弟兄姊妹 这是他的一个身份 还有一个什么身份 谁还记得 约瑟真正的身份 那个时候是什么 除了管家 还有什么身份 什么 宰相 那是后面的故事 你吓跳太快了 他一开始的身份是什么 从儿子身份到后面 怎么到埃及的 在埃及的时候是什么身份 一开始 奴隶 他是被别人买来的奴隶 这是他主要的身份 所以他当奴隶的时候 在奴隶的期间 他被管家重用 但他真正的身份 还是什么 还是奴隶 你只不过是被重用的 管理波提法 管理大臣家里面的奴隶 你还是奴隶 所以他不拥有什么 所有的东西都不属于他的 所有的东西 主人赐给他管理的 都是暂时让他来管理 都是暂时的 就像那个前面的主人 暂时给他五千块钱 两千两 一千两 暂时过 最后都要要回来的 所以约瑟知道自己 约瑟在神面前蒙恩 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七节 这事以后 约瑟主人的七则 以牧送情给约瑟 这个波提法 这个大臣的妻子 勾引约瑟 所以圣经里记载 有一天 家里没人的时候 这个波提法的妻子 来跟他说 你与我同情吧 约瑟不从 对他的主人的妻说 看哪 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 就什么意思呢 这个家的主人 就是心对约瑟 放心到一个程度 所有的事情 主人都不知道 所有的事情 都交给约瑟去管理 约瑟也讲得非常清楚 在这个家里面 没有比我更大的了 除了这个主人 还有你的妻子 你是他的妻子 这个屋里面 没有人跟我 再比我大的了 而且他把所有的事情 都交给我 唯独 你是他的妻子 我怎能做这恶事 来得罪我的神呢 弟兄特别 你看到了吗 约瑟 在无人看到的时候 只有那个勾引他的女人 勾引他的时候 他的主人不在 那个就是他的本质 他心里面 有一个标准 他心里面 有一个原则 我的主人 对我这么好 我的主人 把所有的东西 都交给我管理 唯独 没有把你交给我管理 我怎能做这个事呢 好 弟兄们 有一个问题 约瑟 是先敬畏他的主人 还是先敬畏神呢 一个人是否对人忠心 对人忠诚 反映出 他先是否对神 忠心和忠诚 你看见 约瑟 是因为有神 他先敬畏神 再先 他说 我岂能做这恶事 来得罪我的神呢 约瑟之所以被主人重用 是有他才华吗 是他有能力吗 弟兄姊妹 约瑟被神重用 不是因为他有才华 他有能力 他有智慧 乃是因为他敬畏上帝 所以弟兄姊妹 现在我们的生活 你还能应用这一点呢 你要问你自己 你敬畏神吗 你有没有敬畏神 如果你敬畏神 神在你手上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神都要赐给你 智慧能力 让你管理他 让你做得更好 按照圣经的原则 没有白手起家这么一回事 很多人想着 我是白手起家的 你看我父母亲什么都不是 甚至有时候 我父母亲也是普通的人 甚至有些是乡村的普通的农夫 或者有些是 我是工厂里面普通的工人 我靠我自己的智慧能力 打下天地 拥有现在的财富 你看我多厉害 但是在圣经的原则当中 没有白手起家这么一回事 所有的人 你得资财的能力 谁给你的 神给的 你交流 你得这些资财能力 你的智慧 你办事的东西 好事 都是来自于神 都是 人所赐给的 生死 生命 都在神的手里面 圣经也讲得很清楚 在诗篇 三十一篇 十五章说 我终生的事 都在你的手中 就是我的死 人的生死 在神的手里面 我的生死 我能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多久 都在神的手中 你的财富 你的智慧 你的能力 都在乎神 撒尔摩尔基上二章七节 说 贫穷 富足 在于他 卑微高贵 也在于他 弟兄姊妹 我们是神的管家 我再讲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都不属于我 我们生命 来到这个世间的生命 我们这个肉体能存活 能健康 甚至不健康 都有神的旨意在里头 你们哪一个人 在父母亲出生之前 你 父母亲跟你商量 你叫什么名字 你喜欢什么性别 你喜欢长什么样 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是不是 你长得丑 长得帅 长得高 长得低 长得胖 长得瘦 都是神赐给你的 让你好好管理 有些人把自己的财华之间 能加倍地使用 被祝福来造就别人 有些人可以把自己的财华 聪明 甚至美貌 可以浪费 就像那神说的 有的 还要加给他 没有的 连他有的 都要拿回来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主啊 愿你的道 征服人心 让我们降服在主 你的全名之下 主啊 你是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 当他们真心悔改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 他们只能每天在赞美神中度过 因为你所有的 让我们看见经历的 都有你的美意和好处 主啊 愿主造就教会 看过你的教会 在真理当中成长 让我们所传的 所信的 所活出来的 真的有你同在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明 Amen Amen